晚上好,我是冯邝文 今天周四,我们今天来讲双龙战法的全套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然后呢也是结构篇第三个月的最后一节 那么它的名字呢是双龙战法之三龙定位 那么另外下周四呢,我们要进行整套的全套课程 六个月全套的盘口和结构 那么所有课程的一次大的串奖 这是我们下周四 那么也就是下周四讲完之后呢 那么我在和训的第一轮的这个课程呢就告一段落 那么这个呢,待会我们再抽时间再谈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课价 文档下方呢,是我们今天的课价 如果课价找到,而且音质没有问题 那么大家打一个一 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集中的授课 好,我们现在先试音 大家一边找课价,一边试音 课价地址呢在文档下方 如果找到了,而且音质没有问题 那么大家打一个一 我们开始讲今天晚上的集中的授课 其实呢,这半年 六个月呢,这半年的时间呢 一着一来呢,我个人对 尤其是第一批 第一批参加课程的同学呢 非常的这个感动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 这半年以来呢,大盘都没怎么涨 市场呢,持续在 阶段性底部呢,进行反复的哼实 但是我看到大家呢 对我的支持 然后呢,在我们教室呢 在听课 所以一直以来呢 非常的感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还要 这个 谢谢大家 不管是第一批的同学 还是后来的 那么我都要对大家说一声谢谢 其实网络呢,真的是好东西 让我们大家呢,走在了一起 所以说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问我 说你天天写博客 在股票市场了这么多年 那么最大的收获 其实我个人呢,一直以来最大的收获 就是收获了大家对我的这种友情 那么这份友情呢 真的值得我一辈子去珍藏 所以我上次我提到一个事呢 大家可能 还有印象 就是有一年冬天呢 比现在还要冷 那么应该是我写博客的第一年 那么那个冬季呢 有一个博友呢 给我发了一句话 说这个 冯老师 因为有你的存在呢 这个冬季我不会再感到寒冷 那么这句话呢 一直在温暖着我 那么这个事呢也是真的 但是这位同学呢 我一直不知道是谁 那么 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博友呢 到底是谁 如果 如果正在我们这个教室的话 你可以暗示一下 我想应该这个 不在啊 应该不在 但到底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呢 总之通过这种方式 的的确确呢 让我收获了 大家对我的这份友情 所以呢 我非常感动 那么其实也好 市场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集中所有的时间呢 来学 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 我们教室里边呢 有同学在讨论一个问题 问我一个问题 说冯老师 你认为 能够 改变一个人 或者说能够让一个人 成长 或者快速支付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给他的答案呢 很简单 在中国 别的别的国家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发言权 但是在中国呢 只有学习是唯一一个 可以让自己改变的一条路 你说 我买彩票 中了这个500万 这种情况呢 很少见 但是呢 也有的很少见 我们排除在外 那么从做股票的 大概率事件呢 学习是唯一一个 能够改变自己的一条路 所以说在股票市场 也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一直呢 倡导大家 不需要每天 都这个 很 很有收获 或者每天呢 都有这种 惊天地情 经历 但是至少我们每天呢 要坚持进步 百分之一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我相信我们 每一位的同学 在股票市场也好 或者在自己目前所在的行业也好 应该都是很有突出成绩的 所以我也一直呢 给大家说 我们来听课的同学呢 有的比我年长 有的比我年 年小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孩子 其实呢 我的方法 大家可以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让自己的孩子呢 坚持每天进步百分之一就可以 不需要天天又是跳舞 又是弹钢琴 又是学术学 又是学英语 你只要坚持每天进步了 那么这个孩子将来之后绝对不会差了 差不了太多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 开始讲课之前呢 多讲了一点 多讲了一点呢 是掏心窝的话 所以说呢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待会我们讲完之后呢 会谈谈两个事啊 一个是关于录音的 一个是关于这个第一批 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进行受课方式的一个变革 这个我们待会再谈 好 现在我们来看课价 我们来讲今天晚上的课程 三龙定位 那么什么叫三龙定位呢 三龙 双龙战法呢 我们以龙这个字呢 立足 其实为什么把 为什么一开始我研究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双龙呢 其实 还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呢 有时间再讲吧 这个地方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龙呢 至少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有点这个迷信啊 封建 那么双龙战法里边呢 所有的这个技术形态 我都把它和龙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这个三龙定位的基础 它其实就是结构线 三龙定位的基础是结构线 但是它又不等同于结构线 虽然是结构线 但又不等同于结构线 所以呢 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呢 它在使用中 它的作用很明显 最大的作用就是 它第一 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股票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三龙定位呢 去寻找三龙定位的股票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还可以通过三龙定位的这个形态呢 去寻找这种股票的买点 寻找这个买点 那么这个买点呢 我把它集中在三龙定位的三条龙上 那么这三条龙上呢 每一条龙都覆盖了两个买点 每一条龙上的都有两个买点 那么这两个买点呢 也可能都出现 也可能呢 它不会全部都出现 当然都出现最好 但是不都出现的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无非就是少一个买点而已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三龙定位的两块内容 第一块是用来选择股票的 第二块呢 是用来这个买入的 那么这个三龙 每一条龙上是两个买点 那么三龙定位三条龙就是六个买点 所以说三龙定位呢 它可以给我们寻找到最多 不是最多啊 不是最多 也不能说最少 也不能说最多 能够给我们寻找到六个买点 也可能比六个少 也可能呢 比六个多 我们先来看模型图 那么这个模型图里边呢 首先从最高点的高点一 高点一开始 先形成一波调整 也就是说调整呢 这个周期呢 依然是主要的周期 先有调整 然后才会有机会 如果没有调整 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机会 所以说呢 第一就是要调整 那么既然是调整 我们就要找调整过程中 我们如何进行结构的一个把握 我记得前两天也说过这个事 就是老股民和新股民的区别 老股民呢 他就喜欢跌 为什么呢 因为跌了之后呢 他可以抄底 跌了之后 他可以去买入 然后呢 去获利 而新股民呢 他不喜欢跌 一看见跌就头疼 天天跌 怎么赚钱呢 他喜欢涨 但是往往呢 新股民喜欢涨 往往会在涨的时候 埋在最高点上 老股民呢 喜欢跌 就是为了下跌之后呢 寻找这个超低点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维 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 其实就是在下跌过程中去寻找底部的买入点 那么用三条龙把一波底部结构呢 它的这个结构的脉络 还有结构的买点 把它呢一一的定位出来 双龙战法最核心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把技术精确化和量化 那么三龙定位 虽然不能够很严格的精确和量化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定下来 哪怕不能精确到具体价位 但是我们也要把它定下来 定到一个区间上 定到一个点上 然后在这个点的范围呢 很小的一个范围上呢 然后去寻找它的买点 所以呢 叫三龙定位 那么先来看第一波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三条龙的第一条龙 第一条龙就是我们原则上最简单的这个结构线 位置一就是一波行情的最高点 位置二就是下跌波段的次高点 连接高点一连接高点二 这两个点呢就构成了一条有方向的线 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只过高点一来画线的话 可以画出来无数条没有方向的 对吧 但是高点一和高点二 它们两个同时存在 这条线呢 过高点一和高点二的线呢 就是一条有方向的线 就是一条有方向的线 所以我们第一步 啊 龙一三龙定位的龙一 就是把一和二连起来 构成一条下行结构线 这个下行结构线就叫龙一 啊 这个龙一很简单 对吧 那么连接的时候呢 只要记住 这条线 这条线 过的高点越多越好 记住这个线呢 过的高点越多越好 就可以了 别的没什么 别的是没什么 那么 这条线画出来之后 我们刚才说了 龙一呢 它是有两个买点的 这两个买点是什么呢 来看龙一上 我画了两个红色的小圆点 第一个红色小圆点 是向上突破龙一的位置 这个就是结构线的突破买点 那么突破之后呢 向下有一个回踩 也就是龙一上的第二个红色小圆点 这个红色小圆点 就是结构线的回踩买点 所以龙一这条线 你第一 要把它画出来 那画的原则 就是过高点一和高点二 做一条下行结构线 这条线过的高点越多越好 这是你把它画出来 第二 突破是买点 回踩是买点 这就是龙一 龙一 第一是怎么画 第二是两个买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龙二 龙二在这张图里边呢 我们过高点二 从高点二呢 作为起点 寻找另外一个高点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只过一个点 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有方向的线 比如说高点二 对吧 你过高点二去画线 你可以画出来无数条 但是呢 没有用 我们要画一条有方向的 有用的线 那么这个线呢 我们就要寻找另外一个高点 也就是两点构成一条有方向的线 那么第二个点是谁呢 在这张图里边就是高点三 所以我们把高点二连接高点三 那么这两个点连起来之后就构成了龙二 那么这个龙二呢形成之后 龙二上也会有两个买点 第一个买点是突破的买点 第二个买点就是回踩龙二的买点 那么在这个模型图里边呢 我没有画回踩 也就是只有这个龙二上有一个黄色的小圆点 这个黄色小圆点呢 就是龙二的突破买点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在龙二上有回踩 那么这个回踩也是买点 这就是龙二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大家可能就有问题了 说老师这个龙二的起点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 对吧 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老师为什么你连接二和三 为什么你不连接一和三 对吧 大家肯定有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先不讲 我们把这个问题先留下来 先留下来 我们待会再讲 我们待会再讲 就是龙二的起点 它是怎么选取的 我们待会呢 在案例来讲 好 这个问题大家先留下来 我替大家呢 把这个问题先问了 因为在以往讲课中呢 这个问题是很多的 这个同学呢 经常问的 还有经常比较迷惑的地方 那么待会我们讲案例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地方 先把它记下来 问题先记下来 然后呢 高点二到高点三 连起来之后 构成一条下行结构线 那么这个下行结构线 原则上也是有两个买点的 第一个是突破 第二个是回彩 但是在我们的模型图里边呢 我只画了一个黄色小远点突破 没有画回彩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三龙定位的买入点呢 原则上是突破是买点 回彩也是买点 但是不代表了 每一次都有回彩 这个回彩呢 是做多动能不足 它需要进行动能的一个沉淀 所以它才有可能呢 进行这个回彩 如果说它的动能比较强烈 那么它在反弹的时候呢 可能就不需要这个动能的一个沉淀 那么可能是直接拉升 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回彩呢 是可遇而不可求 出来了 我们就用 不出来了 我们就不管它 好 这张图里面呢 就是二三连起来构成龙二 黄色小远点 是它的买入点 那么我们再来做龙三 再来看龙三 龙三是怎么来画的呢 龙三就是 过高点三 做一条水平线 过高点三 做一条水平线 那么这个水平线的突破点 就是买入点 那么当然了 如果有回彩的话 这个回彩点 也是买点 那么在这张图里面呢 位置四这个地方 我画了一个蓝色的小圆点 这个蓝色小圆点 就是龙三的突破买点 就是龙三的突破买点 那么没有画回彩 如果有回彩的话 那么回彩点 也是买点 好了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龙 三龙定位的三条龙呢 都把它画出来了 那么画出来之后 这三条龙的具体的买点 我们呢 也已经把它定位出来了 那么剩下的呢 我们再来讲一讲 这三条龙 它具体 是什么含义 我们先来看龙一 龙一大家都知道了 它就是我们讲到的结构线 就是把一波调整的高点 次高点连起来 构成了一条 有方向的下行结构线 所以龙一就相当于下行结构线 所以说我们在调整 如果出现了一波调整的时候 我们暂且不考虑 它未来会走三龙定位呢 还是走这个其他的形态呢 我们都不考虑 只要它产生了调整 我们就在周期里边 比如说日线或者60分钟 或者30分钟 你寻找一个周期呢 只要它下跌了 找一个周期去寻找 它的下行结构线 这就是你要做的第一步 然后呢 然后去等 等它什么时候可以买 什么时候呢 不能买 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就是龙一下行结构线 第二 那么这个模型图里边的龙二 连接高点二和高点三构成的龙二 这条龙二呢 它相比龙一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发生了速度的放缓 大家看一看 对不对 龙一的速度呢 是相对偏快的 对吧 它向下的倾斜呢 比较快 所以龙一速度相对偏快 那么相对谁呢 相对龙二 龙二的速度比龙一的速度要缓 对吧 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速度要缓 所以龙二这条线 原则上它的含义就叫速度放缓线 所以说龙二呢 不要这个三龙定位 不要把它想得特别神奇啊 它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的综合 技术的综合 龙一就是下行结构线 龙二就是速度放缓线 龙三是谁呢 高点三 它是最后一波下跌的起点 对吧 那么最后一波下跌的起点 我们把它叫做弱势终结点 对吧 叫弱势终结点 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强反变异线 就是意思就是弱势终结的意思 对吧 强反变异了吗 就是弱势终结了吗 所以龙三的含义呢 就是弱势终结之后所产生的线 名字改成强反变异线 这就是三条龙的具体含义 所以这张图到现在为止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三条龙怎么画 第二三条龙分别形成的买入点 第三三条龙的含义 这张图呢 我一共说了这三个要点 好吧 把三个要点在脑子里过一下 瞬间过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案例 这是第一个案例 那么第一个案例呢 我们来看它是如何来运用的 也就是说三龙定位呢 在实战的案例里边 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我们先寻找一波调整 高点一开始向下调整 高点二把它们两个连起来呢 构成一条有方向的这个下行结构线 那么高点三就是在下行结构线的位置呢 滞长回落 也就是说呢 下行结构线一二的连线是有明显压力的 要不然高点三就突破了 就突破了 所以说有明显的压力 所以龙一有明显的压力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龙一呢 它的突破是买点 它的回踩也是买点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边 龙一这条线 只有位置四这个地方 我画的红色小圆圈的位置 是一个买点 是突破买点 是一个买点 是突破买点 那么没有回踩买点 那么没有回踩就没有 也就是说可遇而不可求 然后呢 从位置四突破之后 反弹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高点五 高点五 那么我们就要连接高点五 把高点五作为一个新的点 寻找龙二 那么在画龙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寻找取点了 到底取哪个点连接高点五呢 把四和五连起来 把三和五连起来 把二和五连起来 把一和五连起来 是不是都可以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从龙一的最后一个点开始 从龙一的最后一个点开始 一个一个的去看 一个一个去看 先看龙四 先看龙一的位置四 位置四这个地方 和五连起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线是向上的 对吧 三龙定位三条龙 必须都是向下的 三条龙必须都是向下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三条龙的起点 必须都是重心回落的 也就是说 龙一的高点 一定要比龙二的起点高 龙二的起点 一定要比龙三的起点高 在这张图里边 就是一比二高 二比五高 这是首要条件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三龙定位就没法定了 你画一条线 翘到天上去了 对吧 那么这条龙没法画 所以三条龙必须是向下走的 那么既然是向下走的 三条龙的起点 就必须呈现重心回落的态势 所以这张图里边就是 龙一的起点是一 龙二的起点是二 龙三的起点是五 所以一比二高 二比五高 这是三龙定位的基本原则 那么我们把四和五连起来 很明显是不对的 三龙定位这个龙是向上翘起来的 不对 那么连接三和五 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也是向上翘的 那么既而呢 就是二和五连起来 那么就不用连接一和五了 因为二和五连起来 可以就不用连一和五了 有位同学又问到这个龙三是平行的 对龙三就是平行的 龙三就是平行的 那么在这张图里边呢 龙三我们待会讲 那么三条龙呢 先从四 是 先从四 四连接五是不行的 对吧 向上 三和五连起来也不行 也是向上 所以我们只能连接二和五 所以龙二的起点 一定是在龙一的上边 这是必须的 你不能随便找个高点 然后连接五构成了龙二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龙二的起点 必须在龙一上边去找 龙一的这上面去找 也就是一二三四 只能从这四个位置上去找 其他地方都不行 其他地方都不行 只能从这四个点去找 那么在这找的时候呢 从下向上来找 从下向上去寻找一个 能够形成向下倾斜的下行结构线 向上翘的 或者说和五这个高点是平行的 这都不行 这都不行 必须高于五 这个点必须高于五 所以呢 这张图里边 我们就连接高点二和高点五 构成一条下行结构线 那么这个下行结构线呢 就是我们说的龙二 也就是说 你在位置四买了之后 位置四买了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我到底是等待龙二的成立 还是说我在四买了之后呢 它不涨 反而下跌呢 我进行止损 对吧 龙一是我们第一线做出来的 然后到了位置四呢 我买了 买了之后 后边怎么走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做一个结构的一个预测 那么结构预测呢 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涨 形成龙二 第二个方向跌 击穿3.30止损 击穿3.30止损 这个地方呢 大家记住 位置四这个地方 你买了之后 如果它不涨反跌 止损点在什么地方 止损点在3.30 也就是前边那个底点 作为你的止损点 所以说位置四这个地方 买了之后两个方向 涨形成龙二 跌止损 然后我们看这张图里边呢 位置四之后明显是反弹的 反弹到了高点五 然后我们以五作为龙二的一个点 连接高点二和高点五 构成了龙二 那么很好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在位置四的买入了 已经成功了 至少龙一已经成功了 剩下就是龙二 到底还有没有买点 然后 二和五连起来之后 各种龙二了 我们剩下的任务就是 我如何在龙二上寻找买入点 如果你在位置四没买 那么龙二就做你的买入点 如果你在位置四买了 那么龙二就作为你的加仓点 就作为你的加仓点 那么我们来看 二和五连起来构成的龙二呢 在位置六这个地方 在位置六这个地方 形成了突破 对吧 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来回答 龙二这张图的龙二 它有几个买点 大家把你所看到的买点的数量 给我回复一下 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模型图里面 谈到的买点的这个 这个定位 按照我刚才说的买点的定位 那么这个案例的龙二 它有几个买点 你把这个几个买点这个数字来回复一下 好 我们同学呢 这个看得很认真 但是呢 有错的地方啊 我看到有同学说是两个啊 也有同学说是三个 还有同学说是五个 那么说三个的居多 说两个的次值 说五个的最少 那么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龙二呢 我们来看 龙二这条龙呢 它一共是有三个买点 一共是有三个买点 也就是说呢 回复三的是正确的 现在又出来两个回复四的 四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两个的不对 四个的也不对 五个的也不对 三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为什么 这个时候错了没关系啊 这个时候回答错没关系 我们来看 二和五连起来之后呢 构成的是龙二 按照刚才我们讲的模型图 龙二的突破是买点 龙二的回踩也是买点 那么在龙二的上边呢 一共有三个点是比较重要的 位置六这个地方 是一次突破点 对吧 位置六这个地方是一次突破点 所以位置六就是所谓的突破买点 龙二的突破买点 那么突破之后呢 向上 稍微的反弹了一下 然后向下来回踩 在六的旁边 大家清楚的清晰的可以看到 有两个红色的小圆点 很小很小的小圆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的这个线呢比较密集 我如果画圆圈的话呢 会影响大家的视线 所以呢 最终我把它设置成了小圆点 那么设置成小圆点之后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在六的旁边有两个红色小圆点 而这两个红色小圆点 都是突破龙二之后的回踩点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突破买点 回踩买点 那么龙二上面呢 有三个买点 对吧 一个是突破的 一个两个是回踩的 好 有同学问到龙三啊 龙三还没开始讲了 别着急啊 别着急 觉得我讲的慢的啊 这个大家就慢着听 讲的慢的是为了大家能够 都能够听得懂 听得明白 所以正在讲龙二呢 不要问龙三的事啊 待会讲龙三 那么刚才我们说龙二了 上面是有三个白点 六和两个红色小圆点 好 然后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龙三 再来看龙三 好 有位同学问到位置四啊 他说老师位置四这个地方 要不要考虑五日成本均线 可以考虑五日成本均线 但不用管 也就是说你不用依照五日成本均线 为什么呢 因为三龙定位呢 之所以是三龙 其实也把市场的这个利润呢 得到了一个划分 那么龙一上面的买点呢 就有点类似于左侧交易 对吧 就有点类似于左侧交易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管五日成本均线 有没有突破呀 这个就可以不考虑 或者说你说 如果位置四这个地方在五日成本均线下 你先做左侧交易 如果突破了五日成本均线 你适当的可以去加仓 也就是说把它作为参考点拿过来 进叠加运用 但是没有必要呢 让五日成本均线来左右你的这个三龙定位的交易 好 有同学问到这个量 关于成交量 也就是说 这个三龙定位的这个位置的量能 那么关于这个成交量呢 我在此前课程里面谈到过 量 量 在市场里面 它永远都是趋势性质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滞后性质的 永远都是一种滞后性质的 那么我在讲量能技术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 看到过几个 比如说量能的缺口 对吧 量能缺口 它并不是说某一根量怎么怎么样了 而是说一个形态 我们把量呢 把它用到一种形态上 而不用什么呢 而不用某一个量 某一天它的量的一个放大 或者量的一个缩小 不这样来用 我记得前两天 有个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说这个老师 有人说这个地量和天量 地量和天量 老师怎么看 那么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所谓的地量 所谓的天量 它是有参考性质的 对吧 你不能说随便找一个量 你说这就是地量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参考物 它和谁相比 它是一个这个地量 对吧 那么如果是参考的 那么它的价值呢 就不能够直接利用在这个具体交易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你比 我比你矮 我比另外一个人比 我比他也矮 我再和一个人比 我比他还矮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就没有办法用可比性的这种关系呢 来定夺某一天的这种地量 这是不对的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用对比性质的这种量呢 来确定某一天的交易 因为对比 今天昨天对比 今天和明天对比 和后天对比 都有一个对比值 那么这个对比值呢 它是变动的 它是变化的 变量 所以这个变量呢 你用在某一天的具体的定位上来做 这明显是不对的嘛 对吧 所以量 三龙定位不用管量 不用管它 那么换句话说呢 三龙定位如果想形成 那么量它就必须的跟上 如果跟不上 三龙定位它就形不成 可以这样来理解 好 刚才我们讲到了龙二 我们再来看龙三 好 有位同学问到龙二的线上 是不是所有回踩点都是买点 是的 不光是龙二啊 龙一的回踩点也是买点 龙二的回踩点上都是买点 龙三的回踩点上也都是买点 只要回踩它不破 回踩破了 那就完了 说明你的买点失败了 就要止损 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如何进行止损 龙一的买点 龙一的买点 你就要考虑突破的买点的创新低就是止损点 那么只能等回踩点了 那么龙二的买点 龙二的买点 那么回踩是买点 但是回踩如果击穿了 回踩如果击穿了 那么如果没有新的上行结构 那么只能是止损 如果有新的上行结构 那么以新的上行结构作为持股条件 好我们来看龙三 过高点五画一条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呢 就是龙三 那么原则上的龙三不能突破 就是压力 原则上龙三不突破 龙三就是压力 突破了 那么龙三就是买点 那么这张图里边呢 在高点五水平线上呢 五和七的中间有两个绿色小圆点 这两个绿色小圆点呢 正好是向上反抽 这个龙三的位置 都没有突破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呢 龙三的压力是很明显的 要想反弹 这只股票要想反弹 它就必须突破龙三 才可能会走强 如果不突破龙三 这只股票呢 它的利润只能停留在龙一和龙二上 利润只能停留在龙一和龙二上 其他地方就不可能有了 所以要想放大利润 必须突破龙三 所以说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地方之后就会明白了 哦 原来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股票呢 它未必 未必 龙三的利润也会释放 不一定 也就是说 你有可能能够赚到龙一的利润 也有可能能赚到龙二的利润 但有可能龙三之后的利润呢 市场就不给你了 市场可能就不给你了 那么你就赚不到了 对吧 没利润你怎么赚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就要明白 三龙定位 有可能它不涨 也就是说龙三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那么也就没有释放利润 所以按照三龙定位的这个技术呢 你可以赚到龙一的利润 也可以赚到龙二的利润 但龙三之后的利润 能不能赚到 这就要看造化了 这就要看造化了 它给了 我们肯定能拿到 它不给了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来看这张图 那么龙三位置七 就是突破高点五的买点 那么突破之后呢 向下有个回踩 位置八 正好就是回踩了龙三的支撑 就是回踩龙三支撑 那么位置八也是买点 所以这张图里边呢 龙三是有两个买入点的 一个是突破买点 一个是回踩买点 那么这支股票呢 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来看一看 它到底有几个买点 龙一上面位置四是买点 龙二上面位置六 和两个红色小圆点是买点 龙三上面位置七和位置八是买点 那么基本上是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个买入点 好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整体的 把这支股票的这个范围呢 你可以看一看 我们所定位的这六个买点 基本上就把这支股票 所有的利润都把它拿到了 这六个买点 你错过一个没关系 错过两个也没关系 你只要在这六个买点里边 随便找到一个两个 随便找到一个两个 基本上都可以让你 在这支股票上赚到钱 反过来 你如果不把这六个买点找出来 如果你不把这六个买点找出来 那么这支股票呢 基本上你就没法赚钱 你就没法赚钱 对吧 好 我看到有位同学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龙一 如果有回踩龙一的话 这个低于3.30 也就是击穿了3.30 也是买点吗 是买点 回踩如果击穿了3.30 也是买点 这个没问题啊 也是买点 好 我们接着刚才说的 就这个图里边呢 我们纵观这六个买点 大家可以细细数一数 仔细数一数 位置四这个地方买点 买了之后到位置五 这是一小波利润 位置六和旁边的红色小眼点 这三个买点构成了六到七的 这一波的反弹利润 位置八构成了后边的反弹利润 如果说我们把这六个买点把它去掉 好了 这只股票你没法做了 为什么 因为三龙定位 基本上就把 这只股票所有的利润 全部给它定下来了 什么地方产生什么样的利润 什么地方能够买 什么地方不能买 那么这六个点都把它牢牢的定在板子上 那么剩下的就是你怎么去买 怎么去放大你的利润 怎么去买 怎么去放大你的利润 好 一位同学问到老师 这个龙三盘中突破算吗 这个如果是我们的新同学化呢 有情可原 如果是我们老的同学 那么就要批评了 为什么呢 有效突破 所有的技术的有效突破 压力支撑的有效突破和击穿 我讲过很多遍了 原则上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天突破 也就是收盘站在压力线上 第二次日回踩不击穿压力线 那么这两天的组合 可以称其为是有效突破 明白了吧 我希望问这个问题的是我们的新同学啊 因为老同学的话呢 我们讲过很多次 好 我们讲课的过程中呢 小的问题我就直接消化了 复杂问题呢 耽误时间的 我们就放到明天下午 收盘课的答一课 好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一个案例 好 有位同学问到这个 老师荣医的回踩点如果低于了3.30 他说的就是这个案例啊 就以这个案例如果低于3.30 回踩了龙一 那么也是买点的话 那么他就不是下降通道了吗 是下降通道 但你忘了刚才我说的一句话 但你忘了我刚才说的一句话 位置四这个地方 包括位置四或者是回踩点 都是左侧交易 左侧交易本身就是在下降通道之内的一个买入点 所以你不用管他是不是下降通道 是没关系 没关系 你做的就是左侧交易 而左侧交易必然要承担一定的惯性下跌的风险 所以是下降通道 没错 创了新低嘛 但他也是买点 即左侧交易买点 所以三龙定位呢 他囊括了左侧交易的买点和右侧交易的加仓点 都囊括了 有朋友说低于3.30不是止损点吗 低于3.30 如果说你在位置四买了 击穿了3.30止损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为什么 还是因为位置四是左侧交易 所以必须 是必须 然后他如果你止损完了之后 回踩在龙一上 在龙一的附近重新止跌了 重新进行新的左侧交易 重新进行新的左侧交易 这个地方呢 是必须要严格这样来做的 必须严格这样来做的 这就是左侧交易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此前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特别讲到过这一点 左侧交易者 切记不要把牢底坐穿 切记不要把牢底坐穿 左侧交易 你只要有风险了 就要及时的止损 等待新的进场点 哪怕说你的止损点 和这个新的买点差不了多远 那也要止损 重新等待新的买入点 有个人说 是为什么呢 因为 你并不知道 真正的大底 到底在哪里 并不知道真正的最低点 到底在哪里 从我们这一波漫长深度调整 这一波下来 你可以想一想 任何一次的左侧交易 成功的会有几个 如果不及时止损 如果不及时止损 那么失败的 会让自己变得很惨痛 当然最后肯定有一次会是成功的 但是不能侥幸 不能侥幸 所以做左侧交易 就必须要承担 左侧交易的这种规则 严格遵守左侧交易的规则 所以你总不能冒风险 不能这样去冒风险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理解 然后我们下周四串讲课程的时候呢 我会围绕两个主线来讲 那么其中一个主线呢 就是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的这个 这个主线 那么围绕这个主线呢 我会把左侧交易的一些技术 右侧交易的一些技术 精确交易的一些技术呢 把它罗列出来 作为给大家的一个串件 这是下节课呢 我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思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对于左侧交易 右侧交易不理解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别着急 好 这是关于这个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那么大家的问题呢 也进行了一些消化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有的人说 大利润在龙三的后边 说的没错 三龙定位呢 这三条龙 它分别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利润 其实呢 它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脱离底部 如何脱离底部 先从龙一上脱离 再从龙二上脱离 再从龙三上脱离 所以慢慢的呢 把这个底部就脱离了 好 有位同学问到 老师这个龙一回踩点 如果低于三者三龙 但是呢 当时没有背离底点 还是买点吗 好 我们同学呢 把这个技术的结合 结合的很完美啊 那么我就接着他这个问题呢 谈一谈 简单说 他的意思就是 在龙一的回踩点上 如果是当时创了新低 那么按照我刚才说的 回踩龙一买入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回踩龙一这个地方买入 我不敢买怎么办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借助背离 也就是说回踩点 如果他有背离 当然最好了 当然是最好了 如果有背离 如果他没有背离 你同样可以去操作 同样可以去操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结构线的这个操作点 本身就是突破和回踩 突破 他本身就是对原下 原下型结构的一次终结 虽然他没有弱势终结点强劲 但是也是一次终结 那么重新回踩 回踩在了结构线上 那么就是一个支撑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牢固的结构形态 那么借助于你刚才这个问题 如果他叠加了背离的底点 那么当然是好的 对吧 叠加了当然是好的 但我们不苛求 好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 连接高点一 高点二 高点一高点 他们两个基本上在一个地方 不把它分开也行 不分开也行 所以高点一和高点二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点 也可以把它当做两个点 因为太短了 对吧 龙二本身就是一天 不是龙二 这个高点二呢 就是一天 所以龙一高一 高点一和高点二呢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所以说不能算是一二连起来的 应该是一二连接三 构成了一个下行结构线 所以呢 一二连接三构成下行结构线 位置四的突破 就是龙一的买点 那么位置五的回踩 就是龙一的买点 这是龙一的两个买点 四和五 四和五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只股票 你可以看看这只股票 从一到二到三到四 整个的就是一波调整 对吧 整个的就是一波调整 那么你在什么地方买呢 在四和五这两个地方是定位的 龙一的定位的买入点 然后高点六 高点六 我们从高点六再选一个点 连接起来构成龙二 那么就是三 对吧 不是四也不是二 是三 把三连接六构成下行结构线 龙二 这是速度放往线 龙二 那么龙二上边呢 在六的旁边 我还画了两个绿色小圆点 这两个绿色小圆点呢 就是三六连线的压力 对吧 三和六连起来之后呢 构成龙二 龙二在没有突破之前 就是压力 所以在六的旁边呢 有两个绿色小圆点 那么在龙二的上面有个蓝色小圆圈 这个蓝色小圆圈就是突破的买入点 很明显龙二没有回踩买点 那么到了位置七 也就是过高点六做一条水平线 那么这个水平线呢 在位置七突破了高点六 那么在七这个地方呢 就是突破的买入点 那么在七突破之后呢 分别有两个绿色小圆点 这两个绿色小圆点都在龙三的上面 即龙三的回踩买入点 所以这只股票呢 从最底 从最底部一直到脱离龙三 我们可以数一数它的买入点 位置四是一个买点 位置五是一个买点 位置六的龙二的蓝色小圆圈是一个买点 这个位置七是一个买点 位置七后边两个绿色小圆点 分别是两个买点 正好还是六个买点 所以说这只股票呢 你把它三融化出来之后 它的结构是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它会怎么走 到什么地方有压力 到什么地方是买点 到什么地方是回踩 在你的概念里边呢 在你的脑子里边呢 它是一清二楚的 一清二楚的 你的任务就是 我先把一画出来 然后等着把二画出来 然后再等着把三画出来 然后就是在这个画的过程中 分别的进行买入建仓 加仓 不断的进行成本的脱离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说三龙定位呢 很简单 它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 把我们的利润呢 进行放大 又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 进行仓位的一个增加 有很多同学呢 这个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就是自己呢 错过了一个买点 错过了之后呢 就不敢再买了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 那么三龙定位呢 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多个买点 而这多个买点呢 又不会让我们出现 很大的一个错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周线图 还是三龙定位呢 我们把它放在周线里边 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可行星 那么在周线里边呢 因为一根K线就是一周 一根K线就是一周 所以呢 它跨度比较大 那么不建议大家在周线里用 不建议在周线里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时间跨度太大 但是呢 我的意思是 它在各个周期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连接高点一和高点二 构成一条下行结构线 也就是龙一 高点三 也就是反抽龙一而没有过 这就是压力 到了位置四 是龙一的突破买点 那么到了位置五 是龙一的回踩买点 所以龙一的这条线呢 它的突破和回踩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到了高点六 如果连接三和六的话 好像是平行的 对吧 好像是平行的 所以不行 那么只能连接二和六 那么二和六连起来之后 构成龙二 那么龙二在位置七这个地方的突破 就是龙二的买点 那么过高点六 作为一条水平线 在位置七这个地方突破呢 作为龙三的买点 所以龙二和龙三的买点呢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好 这是周线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宝生物 这个东宝生物呢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和刚才呢 它的买点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 高点一连接高点二 构成了龙一 也就是下行结构线 好 有位同学说老师 有时候龙一的线比较难画 画不出来 这个地方呢 就有点赶压的上架 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家学了一个技术之后呢 不光是大家 在我以往授课的时候呢 也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 就是大家呢 学了一个技术之后 总是想着让自己的股票呢 让它变成三龙定位 或者说让它变成三个连跌 让它变成强势这个弱势终结 让它变成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会出现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总是刻意的 刻意的让自己的股票呢 让自己找的股票呢 让它变成这个三龙定位 或者变成什么什么 这思路是错误的啊 思路是错误的 你不能够拿一只股票 非要让它 非要让它画出来一个三龙定位 它明明画不出来 你非要给它画出来一个 最后尽管你画出来了 它也是很很别扭的 看起来也是很别扭的 那么操作起来肯定是不行的 明白了吧 你要反过来 反过来 也就是说 你的股票呢 你一定要灵活的根据股票的变化而变化 你的股票能够画出来线 你就用线 你的股票画不出来线 你就不用线 对吧 我们讲过很多的技术了 并不是只有这一个技术 必须画一条线 画不出来线就做不了了 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它是什么 你就怎么来做 而不是说他 而不是说我要这么来做 我必须让它变成什么 这肯定 这个顺序就错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啊 画不出来就不画了呗 好 有个人问到 老师经过高点三做一条水平 是不是也是一个压力 对 啊 对 三条龙 任何一条龙都是压力 没有突破之前都是压力 只有突破了才是买点 他都说那个位置三和位置六 如果位置太近的话 突 位置七突破以后 是不是马上又面临压力 这个地方也是正确的 啊 也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呢 龙二和龙三他们两个有的时候呢 是很接近的 啊 这两条线呢 有的时候是很接近的 或者说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空间 这个考虑的就是龙二的起点 还有龙三的起点 他们两个的空间距离 空间距离太小了 比如说 我为什么让大家找这个 呃 这个三三条线的起点 必须是重西下移的呢 你想一想 如果龙二的起点和龙三的起点是一条水平线 那这个线就没法画了吗 龙二和龙三是不是就重合了 对不对 就重合了 所以说呢 他们两个之间如果过于接近的话 啊 过于接近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就是相比来说就是一条线了 好 有个同学就问到这个问题了 说老师 为什么不是三和六连起来 很简单 三和六连起来 你看一看 基本上是趋平的 啊 基本上是趋平的 也就是说呢 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同学的问题 三和六 他俩高点如果是水平在一起的 那么三和六连起来 过高点六的水平线 那不就是一条线吗 对吧 所以他尽可能是向上来脱离高点六的 他们之间要有一定的价差 这个才好 好 我们来看 高点一连接高点二 过高点三和高点四 所以呢 龙一的压力在三和四这两个高点上呢 充分体现出来了 那么到了位置五这个地方呢 突破就是买点 没有回踩买点 所以龙一上有一个买点 那么在位置五这个地方买了之后 等等什么 等两个方向 第一等龙二会不会出现 第二等会不会击穿6.61我止损 就这两个方向 对吧 那么你在位置五买了之后 位置五这个地方你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管 你说老师没这样啊 你老师没有背离啊 什么什么呀 什么都不用管他 位置五只要出现了 位置五只要出现了 你就去买 买了之后干嘛呢 等待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涨 形成龙二 第二个方向就是跌 止损 就这两个思路 那么他说了 那我怎么操作呢 很简单 位置五买了之后 涨了你就肯定赚钱了 至于说未来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我不得而知 但如果他跌了 你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为什么 六点六一 刚才我们说的是铁定止损点 铁定止损点 什么都不考虑 必须止损 哪怕止损之后 又形成了买点 也要止损 重新买就行了 所以说呢 在位置五这个地方买了之后 你面临的是利润无限大 损失只有 到六点六一 这一点空间 只有这一点空间 所以说在位置五这个地方 很多的交易者说 老师我不敢买呀 我提高不了自己的执行力呀 那么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执行力是怎么来的 执行力是你对未来的方向 是有很清楚的路线 对未来的方向是有很明确的操作策略 你的执行力才能够得到一个提高 位置五你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你怕会向下走 对吧 你怕会向下走 那么这是第一条路线 但是你忽悦了第二条路线 就是三龙定位的第二条路线往上走 那么如果在位置五这个地方 你清楚了两个路线 第一是向上走三龙定位 第二是向下击穿6.61 那么对你来说 两利取其重 两害取其轻 涨了利润无限的 跌了你的损失 只有在位置五到六点六一这几毛钱的利润 几毛钱的亏损 对吧 你只有这一点的亏损 你怕什么呢 所以说有的时候 大家这个执行力不能得到提高的原因 不在于说 这个什么技术没有掌握呀 或怎么样了 而是你对于这个结构的脉络呢 把握的并不全 把握的并不全 你比如说就这个案例 对吧 就这个案例 位置五这个地方 到底满还是不满呢 那么你首先要确定 位置五这个位置出现之后 后边到底会怎么走 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方向 那么方向怎么来设定呢 第一 按照我们今天讲的三龙定位 那么位置五的后边 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高点 然后我就可以画出来龙二了 那么也就能画出来龙三了 那么就是说第一条路线呢 从位置五的第一条路线呢 就有可能是三龙定位 那么这就是你的第一条路线 那么第一条路线告诉你了 买 为什么呀 三龙定位涨了 我肯定赚钱呀 必须买吧 这是第一条路线 好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 微之五这个地方买了之后 如果说它是假突破 对吧 假突破 突破容易是一个假突破 突破之后下来了 而且又创了新低了 好 创了新低 往下走这个路线 在6.61的新低击穿的位置 你进行止损 你进行止损 那么你就会发现 第二条路线 我的损失 只有位之五到6.61这几毛钱的损失 那么我买还是不买呢 答案是买 对吧 因为损失很小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在做一件事 创业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去做一件事 这个事呢 我在 我朋友告诉我了 说 说老冯的 我们来一块做个事吧 做一个投资 然后我拿过来一看 这个事呢 如果我做了 如果我做了 未来的这个这个利润点在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 如果我不做 如果我做了 我的损失点在什么地方 一看损失就 投资一百万损失二十万 最多损失二十万 但赚的时候呢 可能赚好几百万 那这事必须做呀 对不对 必须做 所以位置五这个地方 两利取其重 两害取其心 答案是买 买了之后 等他怎么走 我们一看买了就涨了 涨了不就挺好吗 挺高兴吧 好了涨到了位置六 好 到了高点六之后 我们重新连接 连接五不行 连接四不行 连接三不行 连接六 连接二 对吧 连接二构成了 一条新的下行结构线 隆二 那么隆二连起来之后呢 在六的旁边 我画了一个绿色小圆点 这个绿色小圆点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隆二的压力 就是隆二的压力 所以说刚才有同学问的 老师这个隆三是不是就是压力啊 三条线全都是压力 在他没有突破之前 全都是压力 只有突破了 才是这个买点 这地方也解释了 刚才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不看量呢 你为什么要看量呢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突破之前 本身就是压力 如果突破了 就意味着用了很充足的量能 来实现突破 所以说既然他走了三龙定位 那么在定位的地方 量是自然而然必须放大的 他不放大就突破不了 不放大 或者说没有有效的量能 他就很难实现这个三龙定位 所以说有的时候 没有必要进行这个 很多的要素呢 进行综合 我记得原来 这个有位同学呢 这个我给他讲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股票市场 一定要研究金和砖 什么意思呢 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给他拿过来 说的简单一点啊 比如说一个买点 这个买点呢 你在确定他买还不买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买 你也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不买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市场 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过来 一对比 这个地方你就不知道买不买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去买它 也可以很多理由去卖 去不买它 你最后就不知道怎么买了 对吧 有个同学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我发现他有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 他说老师这个龙衣 这个回踩龙衣的时候 价格如果恰恰恰恰恰是6.61怎么办 这个我们说这个突破的时候买点 回踩的时候买点 然后呢 我们同学问了 如果回踩这个地方正好就是前面底点 那不就是双底吗 对不对 你又把这个双底给忽略掉了 那不就是双底吗 那你还怕什么呢 双底本身就是结构的一个形态 传统结构的一个形态 无非就是说 你用在这个买点上是用背离来加强了 还是用双底来加强了 还是用什么来加强了 这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对吧 好 我们接着来啊 接着来 那么2和6连起来之后 在6的旁边有个绿色小圆点 这个就是压力 到了位置7是突破的买入点 这个地方是缺口的方式啊 这个一字涨停缺口的方式涨起来的 所以这个必须借助这个盘口的买点了 不借助盘口买点就买不进去了 然后呢 到了这个过高点6做一条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在位置7这个地方和龙2的买点重合在了一起 重合在了一起 其实这个地方重合在一起的原因还是很简单 就是2和6的空间比较小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如果连接3和6的话 更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7这个买点 他俩重合在了一起 道理就这个原因 然后呢 在位置8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看 不偏不倚 不大不小 位置8正好回踩在了高点6 对吧 正好回踩在龙3的这条线上 你如果看具体的点位的话 好像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没有多少无差 如果有无差应该是零 零点几 所以说这只股票呢 也很清楚了 位置5买入等待方向 涨了位置7加仓 位置8加仓 你可以看一看 这只股票除了位置5 位置7和位置8之外 任何一个地方有利润吗 没有利润 只有这三个地方是利润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找不到利润 对吧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找不到利润 好 有位同学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说老师位置6怎么确定呢 位置6就是突破高点5之后的 一个高点 就这么简单 突破 不是高点5 突破位置5之后的一个高点 第一个高点 就是位置6 好 这是这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案例和刚才那个就 我们看就很清楚 就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位置2的买点 这个龙2的买点和龙3的买点 它俩就不在一个地方 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了 就是龙2的起点和龙3的起点 中间的这个空间差 偏大 所以他们两个就不在一个地方 好 有位同学说老师突破龙3之后就肯定往上走吗 答案是否定的 背定 背定 那么突破龙3之后 如果他不往上走 如果向下了 这个地方就不要考虑这个龙2和龙1了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走到了龙3的位置 也就意味着新的上行结构线你已经可以做出来了 所以还是这个道理 大家在用一个技术的时候 不要扔掉一个技术 三龙定位 三条龙定出来了一个结构形态 但是你完全可以怎么样呢 在三龙定位的这个环节里边去做新的上行结构线 也就是说如果走到了龙3而突破没有涨 你的持股条件就是新的上行结构线 这个技术不要忘了 明白了吧 所以你要等到龙2被击穿 龙1被击穿 那就那你就没利润了 利润全部缩水了 用新的上行结构线做持股条件 好 有朋友说老师突破龙3之后又回踩龙2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击穿了龙3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击穿龙3就有可能会挑战你的持股条件 可能会击穿你的持股条件 另外呢 这个我们同学有做骨质期货的 我特别提醒啊 三龙定位做骨质期货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在五支 这个骨质期货五分钟线里边 会做的非常非常舒服 我只说这一点 所以做骨质期货的认真听啊 认真听 在五分钟周期里边 用三龙定位会做的非常非常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可以连着做 好就说这么多啊 因为我们同学大多是做股票的啊 好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科大股份 科大股份呢 我们看高点一和高点二连起来 三突破作为龙一的买入点 龙一只有这一个买点 啊龙一只有这一个买点 然后呢 突破三之后到了高点四 那么刚才有同学问到 问的问题啊 注意这个地方 刚才你问的就是四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突破三之后形成的高点 所以就是四 所以二和四连起来 构成龙二 那么二和四的这个空间差很明显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了 龙二和龙三 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会发现龙二的买点是五 龙三的买点是六 五和六中间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对吧 所以这样的大家就明白什么道理了 那么龙三上呢 还有位置七的回踩买点 所以这支股上你可以看一看 位置三是买点 位置五是买点 位置六是买点 位置七是买点 假如说你把三五六七这四个点 你没有买 那这支股票你就亏大了 因为别的地方都没有利润 只有这四个地方是有利润的 其他地方都没有 对吧 你可以仔细看一看这个股票的案例 三这个地方你不买 五这个地方你不买 六这个地方你不买 七这个地方你不买 那么这支股票你还有买点吗 我不说还有买点吗 这支股票你还有利润可以找到吗 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那么这支股票你能够找到利润的地方在哪里 三这个地方有一波利润 五这个地方有一波利润 六这个地方有一波利润 七这个地方有一波利润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在再也找不到利润了 都再也找不到利润了 所以说我们的三龙定位呢 我为什么用三龙定位这个词语 就是他虽然没有把买卖点精确量化 但是他把市场的利润牢牢的定在板子上 三这个地方有个利润 五这个地方有利润 六这个地方有利润 七这个地方有利润 除了这四个地方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你再也找不到一点利润了 这就是三龙定位 我为什么用定这个词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有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说老师位置四我要减仓吗 位置四这个地方 你可以进行成本修复 成本修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在位置三买了 到高点四的时候 如果位置四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到盘口的这个精确的买卖 你在位置四这个地方可以减仓 但是到位置五这个地方 你还要再买回来 所以你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有这个技术 那么位置四减仓 位置五重新加仓 干嘛呢 进行成本的修复 对吧 位置四一卖 位置四一卖 位置五一买 那么你就完成了一个价差 当然很完美 但我的问题就是 你在位置四和位置五 能不能把这个价差做出来 你做出来了 那就行 做不出来 那位置四你就不要买 位置四你就不要买 好吧 好 这是这个案例 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技术讲完了 下边讲第二个 叫神龙饮水 我们讲第二个技术 叫神龙饮水 然后一同学问到 是不是所大多数情况都能化出来三龙定位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大多数情况 如果大多数情况 那么大家就一个技术横扫天下了 对吧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 很多时候的不好化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的波动呢 它毕竟是规律性的 是有一定限制的 你像奥巴马 这个连任了 美国股市暴跌了 全球股市大跌了 对吧 你说这事怨谁去啊 亏不亏啊 你奥巴马你连任了 让股市跟着遭殃 你连任了好事 好了 我们跟着你遭殃 对吧 这种突发性的一种事件呢 它完全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定位呢 尤其是我们这种技术呢 是很精确化和量化的 那么既然是精确化量化 它就有可能会让你的精确度 这个产生一些误差 当然了你说逢低买逢低逢高卖 这种思路呢 就没有误差了 对吧 因为逢高啊 什么地方都是逢高 逢低什么地方都是低 但是呢 没有用 所以大家在我的技术里边 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逢高买逢低 逢低买逢高卖 从来没说过 都是给大家进行量化和精确化的 没有量化精确的也是把它定在一个范围上 所以说呢 产生一些误差 或者产生一些错位 就会难免会出现 所以刚才你的问题说 是不是都可以大多数时候都可以化出来 不是这样的 很多情况下受到一些外衣就会导致你的形态啊 或者你的结构啊 或者你的精确数据啊 就可能发生问题 好 第一个技术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慢慢在消化 然后呢 有问题 我们明天下午这个答一课再讲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技术叫神融饮水 神融饮水呢 这个技术呢 它的作用呢 也很明显 我把它精确化到了两个范围上 两个范围上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定势啊 什么叫神融饮水 第一 先是一波上涨 确定涨势 先是一波上涨 来确定涨势 好 有位同学问到这个 还没有讲龙二起点的选择问题 是你刚来呢 还是我没讲清楚呢 龙二的起点的选择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点必须在龙一 龙一的上边去找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从龙一的下边的高点开始往上找 一个一个来找 一个一个来找 连接这个 连接新的高点 这个新的这个线 龙二的条线绝对不能是向上撬的 一定是向下来的 一定是向下来的 所以说你找的这个高点呢 既不能和这个新的高点平行 也不能比新的高点低 只能比新的高点高 然后他说这个不是为什么是二 不是一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啊 这个问题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意思 再表达清楚一些 如果没时间的话 明天下午来讲 好吧 我们先来讲第二个技术 神龙饮水 首先是一波上涨来确定涨势 刚才我们说了 必须是有一波调整 这个地方我们说必须有一波上涨 这个先要明白啊 先要上涨 上涨干嘛呢 确定涨势 其实就是为了脱离底部成本 对吧 先要脱离底部成本 脱离底部成本 随后呢 出现强势的整理 也就是脱离底部之后呢 产生一个调整 而且这个调整呢 是强势的调整 那么调整之后呢 再涨 这就是神龙饮水 就是这个调整呢 就是神龙饮水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调整找出来 然后呢 买入 有点类似于假摔的这种思路 有点类似于假摔的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采取连涨 跳空 这种方式来脱离底部成本 来脱离底部成本 那么脱离底部成本呢 它的作用是用来逼空的 用来逼空 就是实现逼空的效果 然后呢 脱离底部成本 那么采取的这个 这个浮度要求呢 量化要求呢 超过20%就可以 但是不能超过太多 也就是说 刚刚超过20%就可以了 如果两天连续涨停 最好 那么定时的过程呢 每天的换手在5%以上 10%以上更好 也就是定时的过程呢 比如说三天 那么三天的换手率呢 每天都要在5%以上 10%是更好的 第三 价格和流动盘呢 遵循价低而盘小的原则 三个亿 16元以下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特别提醒一下 并不是说大于三个亿的 大于16元的就不会涨 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难度大了而已 它也会涨 那也会涨 第四个 尽量选择 一波调整之后的 第一波反弹 也就是底部的第一波反弹 最后一个是具备热点效应最好 好 我把要点呢 集中在了四个点上 第一 脱离底部后的第一次调整 这就是神龙饮水的过程 第二 调整幅度尽量超过3% 也就是调整这一天呢 最好超过3% 最好是当天完成 如果不是当天完成 可以算上前一天的这个最高点 从前一天的最高点开始算 也是可以的 第三 调整的这一天的周期 必须在六个小时之内止跌 必须在六个小时之内止跌 你说老师为什么呀 超过六个小时之后 这个调整就有可能会被恶化 那么也就是说 脱离底部之后的调整 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回踩了 就有可能是真的要调整了 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呢 并不具备拉升的条件 那么我们用这个回踩来买入 就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超过六个小时 就要提高警惕 所以条件呢 就是调整这一天 不是调整这一天啊 这个脱离底部之后的这个调整 不能超过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之内止跌 所以说你的买点呢 应该就是在六个小时之内 去买入 最后一个就是 低防大盘暴跌的系统风险 比如说某一天大盘暴跌 你这只股票跟着调整 那么就有可能会失败 这种情况可能会失败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我们来看位置A这个地方 位置A这个地方是两天的连续涨停 对吧 两天连续涨停中间叠加 那么幅度肯定是大于20%的 两天连续涨停嘛 这个幅度没问题了 然后呢 也是阶段性底部的第一个反弹 也是没问题的 对吧 起到脱离底部的定势作用 没问题 这两天的换手率呢 都大于10% 也没问题 第三 就是调整 就是调整 第三 就是调整 调整这个地方呢 在位置B产生了调整 那么调整当天调整的最低点呢 调整的幅度就超过了3% 这个3%刚才我们说了 最好是在当天就完成这个动作 如果当天调整没有超过3% 可以从前一天的最高点来算 调整的时间是4个小时 所以在位置B这一天呢 寻找买入点 或者说在位置B的后一天 寻找买入点 也就是说在调整的6个小时之内 寻找买入点 这就是这只股票 我们来看一看 这只股票盘口的具体买点 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里边呢 我分别把这只股票调整在这一天 还有次日拉升的这一天 这两天的分时图呢 我把它连在了一起 连在一起之后我们来看 首先这张图的左边 也就是2012年4月23号 大家看啊 我给大家找到案例呢 全部都是最新的啊 也就是说我们讲课呢 这些案例每一期 我都讲过很多次 每次的案例呢 都是最新的啊 不用老的 除非说有一些 这种大周期的新的找不着 才可能会用老的 除此之外 都是找到最新的案例 那么4月23号的时候呢 这是脱离底部之后 就两天连续涨停之后的 第一次调整 所以4月23号 用四个小时的时间 进行深度调整 下跌的幅度呢 哎呀 我给遮着了 看不到了 下跌幅度是超过3%的啊 远远超过3% 所以下跌幅度 是够的 然后呢 下调整的时间是四个小时 它的作用呢 用来震荡消化 短线的获利筹码 也就是说底部呢 应该会有扶仇 两天连续拉伸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复仇 所以复仇呢 就需要进行洗盘 怎么洗 那么就用这四个小时来震荡 深度调整 超过3%的深度调整 所以4月23号 用四个小时呢 在脱离底部之后调了一天 那么应该就会有不少的短线的资金呢 就会离场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涨成板 这个利润空间挺大的 很多的拿不住大牛股的这个投资者呢 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离场的 我相信大家呢 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吧 这个底部拿了一只好股票 刚刚涨了两个厂临板 卖了 为什么卖了 被下出去了 就是被4月23号这一天的大跌 下出去了 那么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卖 也要等六个小时 等六个小时 扛着 就像打仗一样 你一定要顶着六个小时 只要顶着六个小时 就是胜利 所以你以后再建造这种股票呢 如果出现了类似于4月23号这一天调整 让它调 不用管它 扛我就扛六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我不管了 如果下一个次日 就是明天次日 如果再调两个小时 还不止跌 那我就卖了 那我就卖了 但如果它止跌了 那么这只股票会死死拿死它 对吧 牢牢的拿住它 我们看这只股票 4月24号就是次日 这只股票开盘就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 那么这个地方低开高走 突破零轴线 零轴线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每一天的 每一天股票的零轴线 这个零轴线是谁呢 就是前一天这只股票的收盘的价格 所以在突破零轴线的这个地方 就是4月24号的买入链 那么另外呢 你可以在这只股票呢 在零轴线上可以寻找其他的买点 其他的买点都可以 但针对这种股票 在突破零轴的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个买入链 这是第一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 是广胜有色 这个股价就偏高啊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同样涨了 同样涨了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条件呢 大家不要使用啊 不要使用 我们同学很聪明啊 不能说我们同学这个 这个这个是新古名或怎么样 我发现我们同学真的很聪明 同学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说老师神龙饮水形态 是否可以变异 之后用到波段上 我们马上就讲 这个案例讲完之后 下面就会讲波段 就是神龙饮水的波段 我把它叫做空间的对称 那么也有人把它叫做 这个没开而渡啊 都可以 我说我们同学呢 真的是很很厉害 现在啊 所以我说 这个大家呢 我不推股票 我也不知道大家交易 我只告诉大家方法 让大家呢 引导大家来学 最后大家未来都是可以 自己独当一面的 看来是非常有希望的 非常有希望的 好 我们来看 这个 还看这个 先看第一个案例啊 广胜有色 首先是位置A 四天连涨 这四天连涨的涨幅呢 是24% 也就是超过20%的 没问题 对吧 脱离底部的定势 是很漂亮的 四天的换手率 前两天大于5% 后两天大于10% 也不错 也不错 这个地方好在很多朋友没有温量啊 为什么没有温量呢 因为我用了换手 对吧 用换手可以代替 位置三 调整幅度大于13% 就是位置B的一天调整 调整的幅度大于3% 调整的时间是三个小时 我们来看具体调整的这一天 盘口分时怎么样的 还有我们如何在这个神龙饮水的地方去买 先把K线形态记下来啊 我下一张图呢 就是位置B和后一天的分时图 左边这张图1月16号就是位置B 位置B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早盘呢 第一个小时停牌的 对吧 为什么停我们不用管它 但是停开盘之后呢 往下走 展开调整 那么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脱离底部之后反弹呢 是有复仇的 这个复仇呢 就需要进行洗盘 所以我们看到呢 盘中出现了这个三个小时的大跌 那么幅度呢 我又盖上了 看不见了 也是超过3%的 所以调整的时间三个小时 空间也是可以的 达到了这个筹码 这个震荡消化的过程 这是三个小时 如果次日再调整的话 次日再调整的话 这个最多最多 次日只能调三个小时 有最后一个小时 必须拉升 否则的话 这只股票就没戏了 结果我们发现 第二天这只股票 开盘直接高开高走 什么意思呢 开盘直接就把我们的买点 给隔过去了 你的神 你的这个神龙银水的买点 直接就给你隔过去了 那没办法了 你只能在这个高开高走的过程之中 寻找这只股票 在1月17号 分时线的买入点 只能在这个分时线去买 任何一个地方买都可以 当天涨停不涨停都没关系 涨停当然最好 对吧 我们看这只股票呢 1月17号直接涨停了 所以你的神龙银水了 这个买入点 尽管错过去了 没关系 无非就是错了几个点吗 一个点 对吧 错过一个点 没关系 好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神龙银水的 这个第一个案例 也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刚才我们同学问到 如果把它变异成波段 可不可以呢 可以 我们来看如何变异成波段 变异成波段之后呢 就是我前两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空间对称 就可以用到这个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型图里面呢 A和B A和B A和B呢 就是一个小的波段 对吧 A和B就是一波反弹 一小波反弹 那么A和B这波反弹的波段 调整的时候呢 它会调整到什么地方 指跌 这个地方 大家先把50%这个比例支撑记下来 先把50%的比例支撑记下来 也就是说 A和B这波反弹 作为一个波段 作为一个明显的波段 你不要找那种 你不要找那种 这个像爬着一样走的那种股票 错综复杂的 这个虽然也是涨了一小波 但是这波段看起来非常难看的 不要找这样的 找波段就找那种很流畅的 就是一波干干净净的一波反弹 找这样的波段 尤其这种日日新高的这种股票 是最好的 这种波段是最好的 A和B一波反弹 那么到了A之后 我们首先要计算 它调整 我们应该在它调整的这个过程里边 寻找一个预期的底点 那么第一个预期点 是A和B的中导支撑 A和B的中导支撑 老师刚才你说这个换手一定要是百分之十的标准吗 在五到十之间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刚才我说的是这个大于百分之五 大于百分之十更好 大于百分之五 五到十之间不就大于百分之五吧 对吧 可以啊 好我们继续 那么位置为调整的时候 大家记住啊 以后再有清晰波段的时候 调整的预期底点 首先就是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支撑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呢 这个叫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呢 不是我们的技术 不是我的技术 所以说我不能把黄金分割呢 硬胜胜的把它拉到我的双龙战法里边 然后呢 我就大言不惭的说 这是我的经典的技术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呢 黄金分割这个技术呢 我个人非常认可 个人非常认可 但是呢 我不能把它硬胜胜 拉到我们的双龙战法里来用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理解 我个人是很认可的 包括黄金分割 还有菲波那西树列 等等这些 这个把买卖点 进行空间量化的 精确化的一些技术呢 我个人都是比较认可的 因为我个人呢 也非常的 嗯 喜欢这个 所以一直呢 在朝着精确量化的 这个思路呢 在走 所以说 类似于这种黄金分割的 啊 菲波那奇的 这种 嗯 精确化量化的技术呢 我个人也是认可的 但他不是我 不是我的技术 所以我不能把它拉过来 然后告诉大家 啊 这个黄金分割怎么怎么用 啊 好像成我的经典之作了 这个大焰不惨的 这种事情我不能做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黄金分割 啊 还有刚才我们说 50%的这种比例支撑 还有包括呢 菲波那奇的周期树列 这种都是好技术 啊 都是好技术 但他不是我们双龙战法的内容 所以说我没有把它放到 我们双龙战法的课程 这个设计之内 啊 但他是好东西 我们会考虑呢 在这个后期 我们的收盘课里边 啊 收盘课里边 如果某一天收盘课 这个所反馈的技术呢 啊 不是很清楚 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呢 拿出来给大家讲 像这种黄金分割呢 我会在每天的收盘课里边 以后呢 找时间给大家讲 好吧 所以说这个50%的比例支撑 还有黄金分割 这种点位呢 都可以作为为这一调整下来的 这种 这种买点 或者说预期的这种调整的底点 都可以 另外一个呢 还有前高 像这个模型图里边的前高 或者是明显的缺口 这种呢 都可以作为为这一调整的预期底点 那么 那么什么呢 就是A调整下来的底点 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一波反弹 而新的一波反弹 就有可能和AB的反弹波段 空间对称 这个地方就把我们的空间对称这个词呢 引出来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高点A调整下来之后 我们首先要确定 A调整下来的底点 它会在什么地方 最常见的是 最常见的是50%的比例支撑 或者是前高 或者是缺口 或者是黄金分割的比例支撑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技术在位置A 你首先就可以先计算出来 它调整在什么地方 先给自己一个大概的方向 是50%呢 是前高的 是缺口的 是黄金分割的 是吧 0.618呢 对吧 在什么地方 先给自己设置一个预期的底点 然后到了这个底点之后 它如果能够 你如果能够在这个精确的位置找到了 止跌了 买入了 这最好 买不入稍微追高一点 没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A调整下来之后的底点 这个底点所引发的反弹 空间上就有可能和AB对称 那就有可能和AB对称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条件了 它对称怎么对称 就是时间和速度 对吧 就是时间和速度 它们之间的一种纠结关系 速度快了 时间短点 速度慢了 时间长点 总之呢 如果速度和时间都相同了 相同了 那么和AB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完全的对称 所以它不管怎么走 我们可以提前在A调整的底点的买入 然后预测一个反弹的高度 这个反弹的高度就是从AB的对称 空间的对称来进行的 到不了就算了 到了我们就赚了 好 我们来看看例 第一个 第一个是黑化股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3.46最低点 止跌反弹到6.93 这是第一波反弹 对吧 第一波反弹 好 现在大家和我做计算 拿出你的计算器 拿出计算器 计算什么呢 计算3.46到6.93 这一波反弹的中档支撑 和5.08的误差是多少 大家把这个误差给我回复一下 也就是说 第一波反弹 3.46反弹到6.93 第一波反弹 这一波反弹的中档支撑是多少 然后呢 计算出来之后 减去5.08 也就是这个调整下来的底点 那么这个底点是多少 然后他们两个的差是多少 3.46到6.93 这一波反弹的50%的位置 和5.08 他们两个的误差是多少 大家把这个差给我回复一下 如果不会计算的话呢 待会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自己先算一下 能算出来多少是多少 错了没关系 第一波反弹的中档支撑 第一波反弹的中档支撑和5.08的误差是多少 大家把它计算出来 把误差呢 恢复一下 好 我看到很多同学已经回答了 那么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6.93 这个50%这个比例支撑了 怎么来算的呢 6.93加上3.46 加上之后干嘛 除以2 就是中档支撑 减去 谁呢 5.08 5.08是谁呢 5.08是实际的底点 我们计算出来的答案是 0.115 0.115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所计算的50%的比例支撑和实际的底点的误差是0.115 把这5进上去就是0.12 对吧 0.12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6.93调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一个底点 这个底点我们计算的值和实际的值误差是0.12 0.12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小数点精确到0.0.0 0.0几 那么这个误差呢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从5.08 大家接着计算啊 从5.08 按照刚才我们说的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空间对称的原则 按照空间对称的原则 从5.08 它反弹的高度应该和3.46到6.93的高度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大家计算 从5.08 从5.08 按照空间对称和谁对称呢 和3.46和6.93对称 那么5.08 那么5.08你计算一个预期的反弹高度 然后把你的预期反弹高度和8.25的最高点 他们的误差 回复给我 有点练成功能够有点练 但是很简单啊 我说的有点练嘴了 但是很简单 就是说从5.08这个底点开始 反弹呢 我们做一个空间的对称 对称谁呢 和3.46和6.93的对称 那么你计算 那么你计算5.08预期反弹高度和实际的8.25 他们之间的误差是多少 好 我看到很多同学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好 我和大家一起来计算啊 这个很简单 6.93减去3.46 干嘛呀 先计算出来第一波反弹的空间 对吧 你先把第一波反弹的空间计算出来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5.08应该也得涨3.47 对吧 那就加上5.08 等于8.55 8.55是我们预测的反弹高度 减去实际的高点8.25 你的差是0.3 即你所预测的高度和实际反弹的高度 不差是0.3 对吧 就是这样来计算的 这就是第一个案例 这就叫空间的对称 也叫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神龙引水的变异 也就是变异的空间上 变异的空间上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 不让大家计算了 不让大家计算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有一个问题 这只股票呢 创新资源这只股票呢 大家来看啊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大家来看什么呢 来看8.88到5.85 这个第一波反弹的这个波段 第一波反弹的这个波段 它涵盖了我们此前所讲的一个技术 技术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现场考核 大家来回答 8.88到8到5.85 这波反弹之前 这波反弹之前 有一个技术 它的名字叫什么 大家把它回答出来 5.85反弹到8.88 这一波形成这一波之前 形成这个包括这一波 包括这一波 往左看 有一个技术点 是什么 大家把它回答出来 有一个技术点 就是第一波反弹 第一波反弹往左 第一波反弹往左 有一个技术点 是什么 其实我都已经标出来了 其实我已经标出来了 就看你有没有认真看了 认真看了 那么就能看得出来 好 我们同学已经看出来了 这张图里边呢 在这个第一波反弹的中间 我画了一个绿色小圆点 这个绿色小圆点 是我们上几个讲的 弱势终结点 对不对 绿色小圆点 最后一波下跌的起点 被5.85到8.88 这一波给突破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弱势终结 弱势终结之后 我告诉大家过一句话 如果大家不用回答了 来听我讲 弱势终结之后 我告诉过大家一句话 什么话呢 弱势终结之后 我们的任务就是 研究它怎么长 对吧 大家应该记住我说过这句话 弱势终结之后 我们的任务就是看它到底怎么长 寻找它怎么长 所以这只股票呢 5.85到8.88 完成弱势终结 这是第一 第二 用我们今天讲的空间对称 你在位置一 可以计算出来位置二的高度 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 一点难度都没有 就是我们的神龙银水 在波段里面的应用 也叫空间对称 最后一个呢 这个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从位置四这个地方 位置四这个地方 反弹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位置四的反弹的速度 比位置一的反弹速度要快 对吧 反弹速度快 所以 他们两个之间 没有办法形成空间对称 或者说形成空间对称的概率呢 会非常小 所以 在位置四这个地方呢 一和二 如果善于用黄金分割的话 一和二这一波呢 位置四这个地方 是重要的黄金分割点 位置四这个地方 重要的黄金分割点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回来在收盘课 我会讲一讲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 也一个重要的学术啊 我们在收盘课要讲 可能也会讲一段时间 但是很重要 我会找时间讲的 大家放心 位置四这个地方 是重要的黄金分割点 从位置四开始直接反弹 速度过快 所以空间难以对称 好 这是这个啊 我们再来看大盘这一波 大盘这一波呢 2176下跌到2029 这是第一波调整 2145点这个地方 也是黄金分割点 不是这个50%的比例支撑 但是黄金分割点 所以呢 2145点向下 预期的底点就是1998点 实际是1998点 所以同样用到了我们的神龙引水 在波段里边的空间对称 好 这个呢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神龙引水呢 它在单独的一个波段里边可以用 在两个波段里边也可以用 在两个波段里边用的时候呢 它涉及到几个问题 涉及到几个问题 它并不是单一的空间对称 并不是单一的空间对称 它更重要的位置就是神龙引水的点 也就是第一波反弹之后的调整底点 我把这个课件呢 往前放一放啊 往前放一放 我们找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对称呢 它能够实现空间对称的原 这个要点在什么地方呢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5.08这个位置 都可能会产生空间对称 不一定啊 不一定 那么什么情况下产生空间对称的概率大呢 就是5.08这个底点 5.08这个底点 它在重要的支撑位 重要的支撑位是什么 50%的比例支撑可以 重要的黄金分割点像0.618 还有黄金分割的其他的衍生点也可以 还有缺口也可以 或者是前高也可以 在这种重要的点 5.08出现在这种重要的点 那么以5.08 作为波段的神龙引水 从而引发空间对称的概率 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 一定要牢记 并不是你随便找一个底点 你说反弹应该和前一波一样 这是错误的 或者说很难做到的 必须要把神龙引水的这个点 一定要把它研究清楚了 它必须发生在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说5.08这个位置 它不是50%的比例支撑 也不是黄金分割点 也不是缺口 也不是前高 什么都不是的一个点 那么产生空间对称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神龙引水 它的变异形态呢 在波段里面的变异形态呢 最重要的用 最重要的要点在于5.08的确定 在于5.08的确定 所以从6.93这个高点形成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对5.08进预测了 就可以开始预测了 但是它到底会在什么地方止跌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跟踪 只能跟踪 但一旦它出现 一旦出现 我们对5.08的性质 要进行第一时间的判定 只要它性质上 负荷重要的底点 那么形成空间对称的概率 就会很大 好有同学问到这个 能不能说一说 大盘199有点这个计算的过程啊 这个简单嘛 就按刚才的方法嘛 2176点下跌到2029 你计算出来一个空间 对吧 我们一起来做 2176.79减去2029 等于147 对吧 这是空间 然后这个值呢 减去最高 2145点 等于1998点 对吧 1998点吧 所以 实际是1999点 它是1998点 误差在一个点 还有一个人说 何迅当初给的结构形态的目录中 没有讲 啥是讲 都讲了 都讲了 我们明天后下周四晚 然后进一次大的串讲啊 所有形态都讲了 列出来都讲了 没有没讲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 全部的课程内容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简单说一个事啊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黄金分割呢 这是传统的技术 并不是我个人的技术 所以我呢 不能硬生生的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大言不惭的 说这是我的经典技术 这是不对的 不管是从 做人也好 还是这个 学术也好 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呢 我并没有把 黄金分割 把它硬生后的叠加在我们的这个技术里面 但是我个人呢 很认可 包括费宝纳奇数列 所以这些经典的 我个人非常认可的技术 在未来的收盘课里面 我会慢慢的给大家讲 那么我 另外呢 要说两个事 第一个呢 就是 关于授课方式的一个变革 一个革新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 尤其是这两天 有很多的新同学呢 参加了我们的课程 添加了之后呢 参加了之后呢 今天有同学就问 说老师 这个 大家都在讨论 但是我听不懂 但是我听不懂 不知道那个 外国人说同周期若反 同周期若反讲了呀 笔不大眼光也讲了呀 大眼光眼神也讲了 应该你已经把它忘掉了 好吧 没关系 明天我们串讲的时候 你就都明白了 明天串讲你就都明白了 好 刚才我们说呢 第一个事呢 就是授课方式的一个革新 双龙战法呢 这个全套课程呢 已经很完善 也很严谨 所以呢 我不准备进行添加和删减内容 那么到12月初 我们第一批听课的同学呢 就已经是这个 完成了第一期的这个双龙战法 全套课程的一个 这个课程的一个讲完了 那么今天就是最后一节课 下周四呢 我进行全套课程的一个 一个大算讲 然后根据两个主线 一个是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 一个是把握大洲 计划操作小结构 两大主线呢 把我们所有技术呢 把它串起来 我看刚才有同学呢 已经把很多的这个点给忘掉了 没关系 明天串了之后呢 下周四串了之后呢 大家就明白了 然后我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授课方式的革新呢 可能会做一个大的变动 六个月的这种课程 就双龙战法的全套课程 这个六个月呢 录音课件 不再重复节 也就是说 下周四讲完之后 再一个周四 不会 不会这个循环 讲 双龙战法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课 不再循环讲了 为什么 因为 同样的内容 重复讲了 对大家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大家都听过一遍 再听一遍 不是还这些东西吗 对大家来说 浪费时间 对我来说 也是浪费时间 那么 不重复讲了 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网络课程的一个教案 把它当作网络课程的一个教科书 那么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同学在这个学期之内都是可以无限次的随时进行点拨来学的 尤其是对于新同学呢 你可以集中在一两天的时间 把全套的课程内容呢 都把它学下来 你只要有时间 两天 一天 一天饭都不吃 把它学完也行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不循环讲 这样我们可以留出来时间了 对吧 周四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这个全套课程不重复讲 把它作为一个教案 一个教科书 第二个呢 就是原来的课程呢 集中在两个小时 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讲两个小时 收盘的课和早课呢 是后来添加的 也就是附增的添加的一个课 那么以后呢 这个集中两个小时的这个课呢 就像今天晚上这个不再重复讲了 那么我们以收盘课为重点 那么收盘课的课时呢 就会增加 那么收盘课增加课时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直接针对我们双龙战法套戏课程的 这种实战性的 技术性的跟踪和交易 也就是说市场需要我们讲什么 我们就讲什么 另外呢 还有就是类似于黄金分割 菲巴拉西数列 这种我个人非常认可的传统技术 也会讲解 第三呢 就是收盘课的这个课时会延长 专门增加一个作业批改的一个课时 这个就是收盘课它的一个改动 那么这个收盘课的改动呢 我个人认为那是很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呢 授授课方式的革新的目的 一切是直接针对利润进行技术的跟踪运用 这个就是变革的主要目的 我们原来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呢 主要是在来讲 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形态 这个是什么形态 讲完之后呢 大家我看到像今天收盘盘 今天讲完课 有同学说了 说老师有的人还没讲呢 若同周期若反我们就早就讲了 在周期里面讲的 应该是在第四个月讲的 我都记下来了 你没记下来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种填鸭式的授课方式呢 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 尤其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 实战性的意义不大 讲了也听了 忘了 真正用到的时候呢 不会用 所以变革的目的 直接针对交易的利润 进行技术的跟踪运用 这个就是变革的根本目的 这是关于这个收盘课这一块 所以收盘课这一块呢 一共是两大块内容 第一大块内容呢 就是市场需要我们讲的 我们就讲什么 第二呢 就是传统的 类似于黄金分割的 这种技术呢 我个人非常认可的进行讲解 另外呢 就是直接针对利润 进行案例性的 跟踪性的这种讲解 这是第一大块内容 第二大块内容 就是延长课时 对大家的作业进行批改 这是作业批改的课时 专门增加一个 那么具体多少时间呢 我还没有定 具体多少时间还没有定 但是呢 收盘课就是增加这两块内容 两块内容 另外呢 第三就是说 对于周四晚上这个大课呢 我们不修缓讲了 但这个时间空下来了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们并不是不讲 而是不定时的进行大课的集中串讲 比如说 我们收盘课呢 讲了一段时间 讲了两周三周 那么大家对于这段时间呢 这个我们所研究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黄金分割呀 菲波拿奇呀 或者说市场中我们的作业的整理呀 那么会进行一次大课的集中串讲 那么就放到周四 所以这个呢 是不定时的 时间空下来了 我们讲有用的东西 这是第三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次收课方式的变革呢 既照顾了老同学 也照顾了新同学 新同学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一两天呢 你就可以把全部的内容呢 用点播的方式把它学完 那么对老同学来说呢 这个 也是为了照顾第一批即将到期的同学 因为这两天呢 有同学在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继续的留下来 那个 这个 跟着大家在一起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如果继续的来听的话 那么只是简单的来听 每周四晚上这种重复的双龙战法的套戏课程 那么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呢 对于老同学愿意继续留下来的 我们这个变革 直接针对利润 进行技术的跟踪运用的一个学习 对于老同学呢 也会有很大的作用 而不是简单的 同样的东西的简单重复 像类似于黄金分割的 这种飞不拉奇的 那么都会在未来的这个课程里边呢 把它给大家讲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现有的双龙战法的套戏课程的综合运用 实战的讲解 利润的直接针对利润的这种技术跟踪 那么将是我们未来的重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涉及到的黄金分割或者飞不拉奇等等 我认可的一些技术呢 并不是我个人的 并不是我独创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明白 但是有部分内容是我个人改写的 也就是特殊的用法 这个呢 并不是这个在传统的地方都可以找到的 所以这是新内容这一块呢 给大家做的一个讲解 这是关于这个 另外呢 我看有同学说了 这个还想跟着老师 那么说实话呢 对于我们第一批老同学呢 我个人也是这个恋恋不舍的 所以说呢 课程的改动 也是为了我们的第一批即将到期的同学 老同学呢 这个能留下来 能够学更加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简单的重复一样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变革呢 我想了很长时间 既要照顾老同学 又要照顾新同学 所以这个方法呢 既照顾了老同学 因为老同学留下呢 他不是简单的听 这个重复的内容 而是我们针对利润呢 把所学的东西进行技术的跟踪运用 而且呢 还会讲一些这种黄金分割 这种我个人非常认可的 而且有个人独特用法的一些技术 另外呢 就是作业的批改 所以收盘各这三块内容呢 对于老同学应该都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变革 第一就是为了照顾 第一期即将到期的老同学 那么第二个就是 既然不重复讲了 新同学怎么办呢 所以就让新同学呢 进行可以自己来点播来听 自己来点播来听 但是这个点播呢 我现在还没有太明确的这个方案 刚才我们同学也问了 就是说那新同学交一个月的钱 也听六个月的课吗 那老同学就不公平了 我们同学这个散战散得很清楚啊 这个呢 我们回来之后会研究一个方案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好吧 大家在这个没有到期啊 因为有节假日嘛 所以大家的这个课是应该在12月初才到期的 第一批到期的在12月初啊 还没有到期了 所以别担心啊 别担心 只不过是如果 对于这个革新啊 感兴趣的 尤其是老同学 第一批到期的同学 感兴趣的 那么回来等这个 续费方面这个折扣定下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重点再去咨询一下 好吧 那么这是这一块 另外录音这一块呢 呃 只能给大家说 呃 还何俊这一块呢 因为讲课老师的很多 不关我一个 呃 所有的老师课堂这个录音的政策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因为我个人把这个地方给改了 那么好像也不是很合理 我也征求了 但是呢 好像很难去办 所以我个人也很为难 呃 目前呢 只能说是暂时性的一点播的方式 包括将来之后这个六个月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录音 呃 就是集中可以学习的这个全套课程 也是以这种点播的方式来听 所以这个呢 我只能说尽力了 呃 也很为难啊 也很为难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 这个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还有大盘没讲完呢 我们把大盘讲完 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结束这个今天的课 好吧 他说费用折扣 肯定有折扣啊 大家已经跟着我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啊 即便是核讯不让折扣我也得给他好好讲一讲了 对吧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个就是往期的内容呢 他这个录音的方式好像是只能是在学期之内 你只要是在学期之内 所有的这个内容你都可以点播 呃 比如说你如果说没有序 比如说中间你有两个月没序 然后这个出差了 或者说有事 这两个月呢 没来 那么再来的话 以前的好像也是可以点播的 只有这两个月好像是点播不了 这是目前的 好 有没有说老同学有优惠吗 续费的老同学 就是针对这个第一期到期的同学的有优惠 这个折扣回来我没定呢 我跟何俊商量完了之后再说 原则上呢 就是客服的和设备的这个成本 给他说老师 其他老师讲的课没你多 应该给你的学员优惠 是 这个我的 我也发现了 我给大家讲课的课实也好 还是这个什么也好 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个老师里边 这个是最多的了 据我了解的 应该是 这个所有的老师里边 是给大家讲课的课实最多的 但是这点呢 大家放心 是我个人自愿的 这个 既然和大家在一起了 我就是一个原则 我们以心来换心 我愿意呢 用我所有的付出 和大家在一起 是很真诚的 可以用真诚这两 这两个字呢 来说 所以呢 不管是课实 还是这个课程的内容 我相信大家呢 也能看得出来 我呢 个人很用心 不管做课件 还是做个讲课的课实 还是课程的安排 我都在给大家想 每时每刻都在想 所以呢 这一块呢 大家不用担心 好吧 好了 最后我们再把 大盘稍微讲一讲 已经超过课实了 那么第一张图呢 是今天大盘的分十 这个地方不说太多 位置一这个地方呢 背离高点 今天提示的 那么为什么提 因为在缺口的下方 如果突破了缺口 我就不提了 但他没有突破缺口 所以呢 位置一这个高点 我提了背离高点 如果突破了缺口 就不提了 为什么 因为缺口是压力 好 这是15分钟图 这个15分钟图呢 我就不讲太多了 我们这个模型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就是15分钟顶背离 所引发的反弹 15分钟修复反弹 是下跌中继 30分钟也是下跌中继 那么基本上 和我们所预测的是 一模一样的 最后一个 就是大盘的日线图 那么目前已经略微 击穿了 一和二的连线 所以位置三 如果明天不能够重新收回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将会 这个形成新的调整 那么形成新的调整的空间 应该也不大 至少来说呢 我们需要进行结构线的调整 比如说 一和二可能就不能再连了 那么怎么连呢 连接一和三 三的新的底点 重新连 这就是结构线的调整 应该会这样 好吧 这就是 大盘 这就是大盘 好 现在已经9点22分了 多讲了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课时上呢 我从来没有给大家少过 也不少 这个呢 这个课时上呢 多讲10分20分 算什么呢 对吧 只要大家能够学到东西 一切呢 都是值得的 好 这个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 关于这个录音 还有收购方式的革新 最近呢 我都会在 确定完了之后呢 我会在我的博客呢 单独发一篇文章 然后到时候呢 大家再来看一看 然后呢 不管是新同学 还是老同学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这个学习 然后呢 到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好吧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早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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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gmatic idean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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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也是结构篇第三个月的最后一节 那么它的名字呢是双龙战法之三龙定位 那么另外下周四呢 我们要进行整套的全套课程 六个月全套的盘口和结构 那么所有课程的一次大的串